又到了礼拜五了 11月22号2020年 大家好 我昨天看到一个最大消息 当然就是那个司法部长提名人 声名狼藉的 终于退出他的提名 司法部长提名 可是他这一次提名的一个多礼拜 十天不到 每天上投销很有意思 那这个再方面也是一个川普的形式作风 所以你各种各种阴谋论可以容 他比如说就是 他明明知道 然后就缴获一下 让这个盖茨 这个身或司法的这些 产生的东西 有一点自明 有一点怎么样子的 那对他未来的生涯 可能有帮助啊什么的 大概那另外一说当就说是因为这个共和党的几个参议员都不同意 所以他川普当然有办法硬是要干的话 等他们修会的时候任命啊什么的 可是就舆论会大化了 他自己还是会体谅一下 所以他目前呢就是另外就提名一个旅的 就等于说在某方你都觉得是很好玩啊 他提名的人 假如是这样 你可以是爱民主党啊 就是非常的党真的一个东西啊 那这位也是在佛罗伊札当过检察长啊 金把毕业的女的啊 我昨天前几天还看到一个搞笑的啊 就是 最近选美嘛 选了一位金把毕业的啊 他说一切事又回到正常了 我们这些 我不曉得川普支持的这些少数主义人是怎么样看这些事情嘛 就等于说你同样的谴责 可是你支持他比较没话讲 你也跟着起哄啊 那你就觉得不晓得你深处何在啊 那同时在因此你就会看到说 其他的他那位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比较没有大事嘛 这种归翁爱情怎么样子的啊 而且已经和解了嘛 你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这个东西 当然他的资历也是不合格的啊 那这个报纸上呢 其实 他的新闻表真的你也没什么话讲嘛 就是 因为美国基本上报纸都是 对川普有意见的 那对他提名人呢 也都是严加审核 比如说教育部长那个提名人啊 是一个搏击 就是那种超级 就是那个拳击啊 怎么拳打脚踢的那种 超级的运动搏击的一个 学会的一个人嘛 那他这个里面曾经有很多人说 他们性骚扰啊什么的啊 人家他自己没有啊 他也是一个女士啊 他也是被千年被告 不过这个一般你看了就知道 这个美国诉讼都是这样子嘛 所以没什么话讲 他本来最 大家都认为最好的一个提名啊 是那位苏西 他的白宫秘书长 也被报纸发出来了 他以前啊 曾经做过游说集团 他游说集团呢 是帮烟炒的 烟炒已经在美国是仍然很大嘛 还有呢 帮忙这个采矿 所以就等于说都是对于比较前进的思想的 因为烟炒实际上是任何人都认为他有害的嘛 那矿产当然是说 呃不一定嘛 就因为主要是煤矿啊 假如是这种或者是那种开采油业炎啊 这些对环境不好 可是问题共和党是铁的心啊 那现在川普又得胜 美国人民赋予他的这个 这个样子啊 这个权利 你也没什么话讲啊 呃 还看到墨西哥当然是 因为他要取消很多关税嘛 本来以为都是 中国人在那边转投资啊 干什么的 结果呢 美国有些大公司 也在墨西哥投资啊 很多 有一个是那个农具的啊 那个那个 第二公司 就是那种工作机的啊 他最近有一个厂 要设在那边 那川普当然就骂 你把美国外移啦 那问题是美国没有工人要做 或者是比较贵啊 那他就说 扬言也要给他客家 要买的关税什么的啊 所以他就很凶啊 川普啊 那这个第二 这也是美国公司啊 他还是决定计划要继续啊 那假如你是中国公司 那就是更 更不安啊 所以就是说川普 开头来 就是造成不安啊 可是当然你说 支持川普的这次 这个非常高兴啊 他那个毫无章法啊 大家看的都是觉得 哎呀 这个不怎么样的 那个每次他在台上会跳跳舞嘛 又胖胖的 又那么的 那当然你喜欢他的 也就是说 哎这个很有 很真诚啊 哎呀 他当选的时候啊 很多这个体育明星啊 在体育球赛 因为他们有时候 很得意的时候会流一流啊 很多也模仿他的办法 所以就是说 呃 你可以看到人家 把这个到处传啊 哎呀 你看嘛 现在川普之风 这个奉行啊 这个就是一个 他当选了嘛 当然是当选过关 呃 这个落选被关啊 就是这样典型 他几个官司也暂时不管了啊 所以这个川普的一些事情 好 讲到这个默克尔的回忆录啊 他有 他呢 有一段很对川普很严厉的批评啊 他说啊 他错误啊 就是开头把川普当作一个正常的人 Normal people 当然我们中文一讲的就很严重啊 他讲的故事是 他第一次跟他会面的时候 他要跟他握手 川普就故意不跟他握 他还觉得他好像 他就轻轻的跟他讲说 我们应该握手啊 川普还是不握 所以他那是很尴尬啊 手都不要要放在哪边 所以这是一个小的细节 我是没注意啊 他也提及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因为普京跟他会面的时候 普京这个人也是喜欢用 这种动作语言啊 来考验你啊 因为麦克尔是怕狗的 普京那时候戴尼斯拉 这个照片我都记得很清晰啊 大概十几年前的事情啊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 他遭受了很多这些待遇啊 现在他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 当然是绝对不好嘛 不要 这是另外一个报纸的一个判断啊 说这个普京对川普很友善 川普也很崇拜普京 对川普对普京很友善啊 人家是 是这种笑颜 像当了欢迎嘛 习近平啊 金正恩啊 都是跟他会面 所以在美国就让人 很不了解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还 他提出一个 好像可以解救美国 怎么可能呢 这个四年啊 一晃就过 还有些 虽然这些他参议院众议院都是共和党的 可是他们里面也有比较正常一点的 你太离谱了 他们也不 里面也吵吵唠唠唠 当然也有不正常的人 所以这个民主政治很难搞的啦 那问题是 他得到大家的支持嘛 这个 所谓的民主就是嘛 谁投了一个 像我们对台湾民主党执政 很有意见的人 都没什么好讲的 投票都讲的 当然有些人每天还是在那边吵 像现在这些民主党 假如每天吵 没什么意思嘛 你要承认 他是得到了权力的人 我们就 就就希望他能够 不要处处自走啊 你就等于一个国家就十分五点 哎也没办法 因为像 像我们后期的人比较少啊 大部分都是 非常的反感 但这个 透露的消息啊 就是他主要是希望他能够拢垮 这应该是个人意见啊 可是问题报纸能够登 也就是大家都看到嘛 不像自媒体啊 自媒体的话 我们自己讲一些什么 那是 你自己的啊 也不代表是权威 人家能够在报章 人家登出来 就报章的编辑都 透过他 他也有一点的 他当会声明了 这不是我的意见 可是问题 你就帮他宣传了 而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啊 因为这些所有的极权国家 中国啦 俄国啦 北韩啦 他 那个掌权的话 会 美国就自己泪斗 就不然就不会在外面 而且 川普是孤立主义嘛 这点我倒是赞成啊 这个不必在外面管那么多事 可是还在继续管啊 我们就看这四年怎么回事 俄国呢 因为这是乌克兰用的欧美资源的长城导弹啊 他等一下也回击了一个 本来说那是个州级什么ICBM啊 Intercontinental Plastic Missile 结果后来他说是新发展的一个中城的啊 他也同时也警告这些国家 我这是警告啊 他没有打核弹啊 大家都说 因为他以前信誓旦旦的 反正他腰打就打 那个超音速的 打到乌克兰啊 美国的国防部长 他都要凝聚秋波 就拜登啊 你可以感觉到你不了解啊 当然我不能说 现在就讲他是怎么样 不过拜登是很阴的啊 他的国防部长在东南亚的一个协会 国防部长的 在老挝啊 很远的地方 开会啊 就先告诉说 他们要提供他某种地雷啊 美国很大啊 很多国际组织他都不参加 所以他不太受到制约啊 什么的 好像ICC也参加 我都忘记了啊 那这个 所以他可以制造这种地雷啊 要给乌克兰用 那 很多世界也哗然啊 说这个 这个是违反战争的啊 可是美国就是 他全都大嘛 而且就是乌克兰很紧急 那拜登 啊 讲民主自由 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所以就等于是也是让人说要拿历史的长远的看 才真正知道各种用意啊 巴西的前几天就看到有几个要谋刺鲁拉的人啊 被抓 昨天看到说这些人跟前总统那位右派的也是川普派的有关 那这个也许是也是一个政治斗争啊 那这个也许是也是一个政治斗争啊 反正 呃 那这个巴西的是不是因为政治斗争啊什么的 我们也许是一样的事情知道的就好啊 不要太假判断 昨天还有一个对这个以色列美国都是一个一个挫折啊 英国 荷兰 意大利 这些大国啊 他们说要遵守国际法庭啊 这个逮捕内唐雅虎 因为国际法庭不是说内唐跟他的前国防部长 还有哈马斯 很讽刺啊 哈马斯已经被以色列集地了 已经得到制裁了啊 那这 他就是说这三个国家他去的时候要当心一点啊 民主国家当然有很多困境 意大利我们以为那个门罗尼他是大权在握什么的 实际上也不是啊 他对赖民的处置 把他们运到阿尔巴尼啊 他以前的殖民地好像差什么样子的 那有个法官说不行 所以你说啊 法官 假如能独立行事 跟这个行政部门做对啊 什么的 国际法庭是根据拿这个法条啊 等下还有一个法也很有意思啊 又看到美国对这个印度的富豪啊 叫做阿达里啊 阿达里 说他行贿 两亿美元在印度行贿啊 我那时候就很纳闷 怎么搞的 他在印度做的事 美国要常被管辖啊 那当然这个股票就大跌了 那美国的司法部的理由是说 美国有同志人 因为跟美国有关 我可以起诉他 那讲那一点的 他本来跟印度很好嘛 他本来跟印度很好嘛 用这种方式 在印度掀起了很多 这个政治各种各样财经上的 他一下子 蒸发了好几亿元啊 几百亿啊 什么的啊 所以觉得 这种斗争啊 也是很难 美国至于说 有些人他这些招用在国内啊 我觉得不是服气啊 因为这样子表示 美国也是每天斗来斗去 好 看到的前几天不是说 欧盟说这个 中国的电池的技术要转移吗 原来是欧洲有个电池的公司啊 是瑞典的啊 Northwort啊 他破产了 那时候他成立了 也是好几十多亿的投资嘛 说是欧洲的林德时代 他的劳动也辞职啊 那我也不晓得 这个前因后果 不过就知道说 这个欧洲所以才 对中国这一支独秀啊 这个他们想竞争就没办法 还看到一个说 东美俄这三个大国 应该对核子武器啊 应该要谈判 避免误判 引发大战 因为这三个大国 都是上百枚的核弹啊 其他当然还有一些小国 听说是有九十个 九个或十个国家有吧 那些都是单个位数的吧 这三个都是百位数的数量 那能骑人优先啊 不要的 反正担忧了 那中国是很克制的啊 中国甚至有一个说 他不遭受攻击之后 不率先使用核武器啊 俄国跟美国 大概好像都没这样子 我表示对不对 俄国我知道 他要打就打的 那美国也不慌多让啊 在外面对 有很多对俄国 对美国的各种评论啊 在最近的世界大事都 反正很讽刺都出来了 让我们对美国的 好印象啊 慢慢的洗刷 然后他自己 我觉得主要还是无人啊 这样子的啊 民主党没有 川普更是 也是没有啊 可是问题是 他选举能够得胜啊 你怎么办法啊 那很多人都每天就讲了 各地的一些被刺杀 实际上是美国也偶尔有发生啊 这次发生了差不多 好几天啊 在纽约那个有一个河 有几人在那边 钓鱼罢还是什么的 就有一个暴徒啊 就拿着刀给你吃 那因为我看的是 主要是讲一个 一个南美的一个移民啊 他是负责家里面生计的啊 一个年轻力壮的啊 小伙子 十几岁就来了啊 做建筑工 都是很危险的啊 为了养家 然后呢 里面还有一个华人啊 还有就三个人被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神经不正常啊 这个人欲多啊 这个都会 偶尔都会发生啊 那中国也常常发生 所以前几天不是有人 又车子啊 带什么的啊 那 不过就是说 你看着很感慨啊 大家都每天骂非法 移民要非法 移民要什么的 可是在美国劳工 减缺的情况之下 这是不得已的而已啊 可是问题是 劳工阶级当时很讨厌 就是哎 你抢了我的工作 问题是美国的经济 都是靠这些人啊 他们努力的工作 第一代移民啊 不一定非法 非法或者合法 都是一样 都是很努力的 为自己的下一代努力工作 我们自己都是第一代嘛 所以我觉得 对这些非法 他当然是犯罪啊 什么是有问题 可是在美国被塑造成这个样子 然后美国的大众 就是掀起了这个 他不想想看 这些人真的赶走了之后 美国的经济会是什么状况啊 讲到一点 但他们的二三代就懒啊 因为美国提供很多福利啊 他们什么福利都没有 当然有些州 觉得他们很可怜 给他一点点光注 就是每天被宣传的 说大力不道啊 我们整个 那个 这是要有研究的啊 我决定不太相信那些 他把所有的资源都给他 这个美国人也没完全这样子嘛 而且来另外一个阴谋论 最可恶啊 说都是民主党做的啊 因为这些人将来会 变成公民可以投票 所以我这个共和党就输了 可是目前看起来 共和党稍微有点启示啊 可是有很多分析也是说 其实你不必觉得什么大胜啊 他就是这一次 拜登施政下的一个结果啊 这个人民的一个反弹 那并不是共和党用这种方式 等一下还讲一个 这个女人生小孩的事情啊 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个偶发事件 这家朋友很好玩啊 他这个 前一阵子 大概六七年前嘛 有一位黑人的明星啊 这个同性恋的 他在为了博板面 就说他被霸凌啊 人家说 因为那时候黑命归啊 黑命也是命啊 什么的 有一阵子啊 他被人家霸凌啊 因为他同性恋 结果后一发现 他是自导自演的 结果就被判刑啊 有个法官昨天说 判刑无效 怎么讲呢 他不是说那个行为 有没有做 他是说法院的程序不对 所以在很多 讲法律的国家 你的各种的程序 都要走对啊 你不走对 那个人就算杀人 他也是没有杀 那怎么办呢 昨天看到一个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真的没什么 可是大肆报道 就说美国这个UCLA啊 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 他们要盖一个 无线充电的一个道路啊 实际上只有四五百米啊 长 就是他的巴士啊 什么就可以在那边充电啊 实际上这个东西 你是要等于是一个 停在那边才能充吧 你假如一开过了 不就没有了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 就等于是 你要停在那边 你不必下来 把它插进去 这个什么这样 你就直接无线的充电 这个是去年 密西根州就已经有的了 也是一样的 他在路上 盖了个四百公尺左右的而已 可是这个就等于是 一个大的停车上 你可以在停车上里面 盖啊什么的 也不一定在路上啊 因为我在想说 假如你在路上 那我一面开车 一面充电 结果只有这几百米 所以这个东西 当你厘清了之后 就觉得真的没什么 可是居然看到很多报道啊 然后最后来看了一个 美国女子遇来遇不结婚啊 呃 为什么原因 他说现在有百分之五十二的啊 士兵的都是单身啊 他有个统计 然后在这个工作上 现在百分之八十的女的都工作 可是呢 这个东西是一个社会现象 就居然 有些人就说 这民主党提倡了 因为所以共和党 在他副总统 不是说我每一个女的都必 必须要生小孩吗 就这次还是很多女的支持 这个 呃 共和党啊 也是让人觉得 呃 不 这个 不晓得各种原因 怎么回事 好 这样子 再聊了 拜拜 拜拜